摆脱世足23连输衰运谢欣首赌赢爽呼,终于止败。 2018世足赛进入四强争夺战,女星谢欣趁着世足热潮买运才赌手气,但自开赛以来她没压必输,目前已累积连攻23场,被网友封为是足名灯。 但她不服输,坚持赌下去,昨7日在脸书透露以压英格兰队获胜,是足最新赛况,英格兰中长以2比0淘汰瑞典,谢欣中止连败记录,开心在脸书大呼,终于止败。 昨晚是足赛况激烈,谢欣也紧盯赛事,英格兰队1比0领先时,她在脸书发文,就跟你们说说吧。 翻了一半身,英格兰队再次破门取得2比0领先,离比赛中场半小时,谢欣一开始庆祝,表示,回家睡觉了。 我终于止败。 后面30分钟不可能被追平的。 再见瑞典。 但在前已有不少网友是她为氏族凡指标买瑞典获胜得知比赛结果后,涌入她的脸书哀嚎我全押瑞典信你一次。 竟然,仙姑说好的法力无别呢?我第一次信你压身加瑞典,也有人恭喜她摆脱连摆衰运,你现在逆转了,气势上来了,什么都听你的,这把要压大一点。 还有人贩问她下一场俄罗斯和克罗埃西亚哪对输,她表示,可克罗埃西亚正规赛双方2比2踢合,最后BK大战由克罗埃西亚4比3胜出。 谢欣这场又吃别。 行为介绍。 走划赛